當然有比就是把契約後的一些腐敗所謂 其實本意還是沒有的獲得大幅的提升 那先講DO174好了 DO174是最近的一條新的勞工法律規定 那現在大部分的菲律賓的雇主都不會跟勞工簽約 大部分都會跟送件公司先簽約 再請送件公司提供這些員工到公司工作 那現在他會要求送件公司不能再用任何的派遣手 就不能再用任何企業手段去聘請 送件公司必須對勞工負責 必須對他必須負責他所有的社保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這樣通通都是騙人的 因為其實中介公司的門檻沒有那麼高 而且中介公司可以拍拍屁股就走人 所以對勞工來說儘管已經變成正值了 但其實還是在中介公司底下的正值 沒有辦法的公司的正值 單論公司的正值 然後第二個是提高公司 中介公司的設定門檻 我覺得這個是 我相對看起來是有好一點點的現象 反正他們中介公司的門檻是10萬 10萬批數一間 然後他把它調升到30萬還50萬的樣子 就是其實蠻升高了 那其實比較沒有那麼多的中介公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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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些勞工或是對勞工這樣 上下洗手 那第三個其實就是 新聘勞檢員 那儘管還是735 對上40萬還是消息不足這樣子 那其實這次都特地上任之後 我覺得現在看到的 對勞工的一些政策的所 一些政策的相關 相關政策 好 那我們先在這邊告訴你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問 我想問 在日賓的工會 像台灣那是職業工會 企業工會 那是職業工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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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勞賓的工會 現在有 其實在加工出國群 都是零工會的 就是 都是零工會制度 所以它連黃色工會都不會出現 對 所以沒有任何法律規定 設設工會 還是有 法律規定其實是可以設工會的 對 但其實在 各個加工出國群裡面 都是零工會的制度 那很多的公司其實 部分都是派遣員工 那派遣員工的話 其實他規定他是可以參與公會的 但他在公司工作之前 他其實會先跟仲介公司碰面 他現在都是跟仲介公司簽員 那仲介公司會跟他講說 因為你是派遣 所以你沒有做公會的權利 那他在公司工作室